中國歷史在今日香港的教育制度下 已經成為了一個冷門的科目 大約只有一成的學生會選讀 本身是大學歷史系教授的 立法會議員劉志鵬最近提出動議 希望將中國歷史科列入高中的必修課程 幾經修訂之後 中國歷史將會成為整個中學階段的 必須學習經歷 各位堅定網友大家好 我是就是錦然吳志龍 今日的香港歷史教育的意義究竟在哪裏 我們今天由這個問題開始 講起歷史教育 我想起初中時期一位同學的家長 記得當年升讀高中時需要文理科分班 因為我個人比較喜歡文化歷史這一類科目 而選擇讀文科 而那位同學雖然數理能力都不見得很突出 但他媽媽就很堅持 兒子一定要升讀理科 甚至勸我都要轉讀理科 因為他覺得文科是沒有前途的科目 理科才有機會去做工程、醫生等高收入的工作 當年這位阿姨的想法其實代表著很多家長對教育的價值判斷 到底教育的本質是成就一個完整的人 還是純粹當成是一個職業訓練的過程呢? 今日歷史教育在香港迷失了方向 很大程度因為政府 和教育界沒有為歷史教育找到一個合適的定位 更加缺乏引起學習興趣的教育方法 今日當社會人士大肆宣傳歷史教育可以鑑鼓資金 可以提高批判的思辨能力 亦都能夠兼顧教育意義和社會意義 甚至賦予了提高國民身份認同這些政治功能 但家長的看法就是 讀中國歷史是不會幫助子女 提高升讀醫生、律師、金融、工程 這些神科的機會 而學生就見到中國歷史科 又難讀又難拿分 而且缺乏趣味性和實用性 其實歷史是可以很有趣的 但當學生要糾纏在到底皇朝、李志成的起兵 是文變還是起義的時候 不同版本的歷史教科書又是各自表述 但到底兩者之間的分別在哪裏 又有多少老師可以在有限的課堂時間裏 講明這個問題呢 對學生來說 最關心的其實到底考試的時候 應該寫文變還是起義才會得到分數呢 這樣的壓力下 興趣是無法說的 香港歷史教育當前最大的困難 是歷史教育的目標不清晰 今日的香港歷史教育背負著太多的歷史包袱 社會期望歷史教育不單要傳授歷史知識 還要培養學生的批判能力 更加要培養家國情懷和外國的情感 一次過要滿足這麼多的願望 但未能夠在教科書課堂時間和課外資源支援老師 令到很多學校會採取比較保守的方法 就是以傳遞知識和考試設計為主 因為這樣是比較安全和穩妥的 不過這樣的設計安排其實是最無趣味性的 也是最難體驗到歷史教育的價值 我所理解到的歷史教育應該是一個終身的學習 每一個階段要有不同階段性的目標 學校的歷史教育首先要引起學生的興趣 跟著要讓學生掌握基本的歷史知識 知道學習歷史對自己成長有具體的用途 然後再引導學生結合生活的經歷和歷史的經驗 去做一個思辨和批判的能力去訓練 而且教育方法是要注重互動性和啟發性 事想是要一個缺乏豐富歷史知識 和社會經驗的中學生會回答宋朝職藥的原因 或者去討論清代的自亂興衰 學生面對這樣強人所難的問題 唯一的方法就是強行背中參考書內的答案 而參考書上一堆枯燥的文字 對學生來說只有應付考試一種用途 完全發揮不到歷史教育的意義 我很認同香港的歷史教育是需要改革的 但要發揮更大的教育功能 就不要忘記歷史教育的主角應該是學生 以學生的學習需求作為改革的目標 不能夠忽視學生的根本需求 而離地高談歷史教育的政治意義和社會意義 而除了有限的歷史課堂 政府亦都應該鼓勵更多的社會力量 參與到歷史教育的工程當中 譬如在古蹟的道想當中加入香港歷史的元素 在和內地和海外的青年交流活動當中加入歷史的主題 透過實地考察和蓬佩的溝通互動 令到學生在輕鬆的氣氛下得到歷史課的訓練 有了親身體驗的經歷才有深入討論的機會 然後才能夠激發起學生的愛國情懷 以及對文化的尊重和認同 這種情感的觸動 並不能夠幫助同學找到一份好的工作 但會深深影響著一個青年人的世界觀 影響著他未來努力的方向 今日的時間先到此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